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建美食 在我们这个地区,早餐离不开奶茶 一般都是喝奶茶,吃油条,吃果子 今天海建用最简单的方法 分享一款好吃的油条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首先大盆中倒入纯牛奶,280克 打入一颗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牛奶和鸡蛋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接下来准备一斤面粉 放入3克的小苏打 6克的油条蓬松剂 简单的搅拌一下 分少量多次的加入牛奶中 搅拌至这样的大面絮状 加入25克的食用油 然后开始按压面 不要像我们平时烙饼时的揉面 要压面 压一压,叠一叠 重复这样的手法 把面揉成团 反复叠加揣面 直到把面揉光 揉不出去了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醒上15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进行第二次揣面 同样的手法 按压揣面 用这样的手法反复揣面三次 醒上15分钟就揣一次 醒上15分钟就揣一次 然后我们给它一分为二 这样一变于炸的时候 好操作 叠加整齐 放在保鲜袋中 冷藏保存一夜 或者是6到8个小时 早起拿出冷藏里的面团 可以回温上10分钟 到半个小时 表面我们给它沾一些黑的芝麻 案板上撒干粉 咱们一般住家的楼房 都是这种小案板 所以说两个面团分开做 这样比较容易 面团上也撒一些干粉防粘 扣过来 用手撑住两边 轻轻拉伸 直接按压扁 用擀棉杖擀长擀薄 擀至厚度大约为1厘米左右 边缘处不规则的地方 我们用擀棉杖推一推 然后切成2厘米左右的宽条 用竹签或者筷子 截上一条打成一个水印 然后两条给它对叠在一起 看这手法 然后用筷子在中间按下去 油条的生坯就全部完成了 开始下锅炸 锅中放油 油烧热 我们试一下油温 放入一块面团 三秒钟 三秒钟能够飘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油温 我们撑住油条的两边轻轻拉伸 放入锅中 油条飘起立马翻凳 因为这锅底部不平 所以说飘起来油条 你用筷子立马给它扶正 三豆 随着锅温的升高 我们会看到油条越鼓越大 炸到油条的两边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即可控油出锅 家人们油条就全部出锅了 500克的面粉 我炸了一大盆 看一下这油条 表面特别的酥脆 蓬松又渲软 掰开里面看一下 里面个个都是空心的 你们看馋了吗 看馋就动手做起来吧 早餐再来上一碗香浓的奶茶 绝配 谢谢您对海账美食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见